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这个视图的使用 我们说这个视图呢 它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返回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直接返回了一个字符串 就显示一个老铁面包片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下 你在这里面 你去查看文员代码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我们通常呢 我们开发的时候 对吧 我们展示给用户的 应该是一个标准的 itml的页面啊 应该是一个标准的itml页面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产生一个页面的内容 那么你就需要呢 去使用我们的这个模板啊 需要使用我们模板 我们这个模板在miniweb里面 应该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东西 对吧 应该也提到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模板呢 它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文件啊 你在这个文件里面 你定义好一些内容 那么我给浏览机返回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这个内容读出来 就可以返回了 对吧 好 这是它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啊 我们还要给大家再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的 模板文件呢 我们说它不是一 它不仅仅是一个itml文件 对吧 它里面是不是可以写一些变量 对不对 也可以写变量啊 你可以传变量 传变量的时候呢 我把它替换掉 对不对 再转换成现在的内容 把它返回啊 这是我们这个模板 那将构里面呢 它的这个模板啊 不仅仅是个itml文件 因为你在它里面 你可以呢 去定义变量啊 并且呢 你还可以呢 写类似于编程语言的这些语句啊 所以我们将构里面这些 哎 模板呢 它比我们讲的那个模板呢 要强大啊 我们呢 只是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个概念啊 就你可以在里面定义变量 然后呢 进行替换 在我们将构的模板里面 你不仅可以使用变量 你还可以呢 去写啊 类似于编程语言的代码啊 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啊 在将构里面怎么去进行 哎 模板使用啊 首先你需要呢 去创建一个 模板文件夹 就你的模板呢 你应该创建一个模板文件夹 把你的模板文件呢 你都放在这个模板文件夹的 下面啊 那么这个通常做法呢 我们是在这个项目目录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 哎 这个文件夹呢 我们就叫template啊 template 哎 代表呢 它是一个模板目录啊 template 好 那么你建好这个模板目录之后呢 下面第二步 配置 模板目录啊 配置模板目录在哪呢 在我们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 有一项叫做template 啊 在我们项目的 配置文件里面 你往下找有一个配置项啊 上面有个配置项 叫做template啊 这个template呢 就是让你去设置这个模板目录 那么你在这里面 你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DNS 哎 它默认呢 写的是一个空的列表 对吧 你就要在这里面去设置你的 模板目录啊 在它里面去 哎 设置我们 设置啊 哎 模板文件啊 它的一个目录 哎 它放在哪个目录下面 那么这个呢 你就要写上这一个路径 哎 我们这个路径是谁呢 你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路径 我们这个路径呢 你就应该是你这个应用下面呢 是这个template 对吧 那么这个你就看一下啊 这个路径 它在哪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直接写上一个pwd 哎 它就是这个下面的 哎 template啊 cd进入这个template啊 template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pwd 哎 是不是就这个目录 对吧 哎 这个目录我们就应该把它设置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你要注意你不能 你不能直接就这样 直接就这样 直接把它写上啊 你如果这样写上的话 哎 你你万一 你哪天你这个 你这个项目 你把它移出这个目录了 你是不是就跑不起来了 对吧 这个怎么做啊 我们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它有一个变量 叫做base 它有一个常量啊 叫做base dir 这个base dir呢 它是干嘛 它的值是什么啊 它就是你项目 它就是你这个项目啊 哎 你项目 项目 哎 目录啊 它的一个绝对路径啊 它的一个绝对路径 好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这个 你这个项目 无论放到哪个目录下面 你都能通过这个base dir 把这个项目的绝对路径呢 给它 拿到啊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你看到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直接CD点点 哎 你这pwd 哎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录 对吧 那你通过base dir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目录 好 我们在这 我们有了这个base dir之后呢 那我们在这里面进行设置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base dir呢 跟我们的base dir 哎 是不是把这个base dir 跟我们的templates 拼接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哎 这里面你要注意拼接的时候啊 我们这里要使用OS点 它里面有个pass 里面有个join 通过它进行拼接啊 就是首先base dir 跟我们后面的这个templates呢 进行一个拼接 哎 你一拼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 某板目录的路径啊 就是这个路径 好 这是一部分啊 是我们这个设置 好 那么你设置完 某板目录之后呢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定义某板文件 然后呢 进行一个使用啊 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这个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在 它的下面 新建一个某板文件啊 那么通常 我们给大家说啊 一个将冬项目呢 它可能不止一 不止一个模块啊 一个模块呢 用一个应用来做 那我们多个应用 如果项目下面 有多个应用的话啊 我们通常为了啊 不混淆 这个模板文件 是属于哪一个应用的 我们会在这个 模板目录下面 单独的再新建 文件夹啊 比如我这里面 直接写上一个 BookTest 我就在我的 BookTest下面 新建模板文件 这个模板文件呢 就是这个应用 它使用的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应用呢 你就在下面的 再新建 跟其他应用 同名的一个文件夹 目的呢 就是啊 让应用之间 使用的模板文件呢 不混淆啊 你一看就知道 是哪一个应用 使用的模板文件啊 这里面 我建议这个 BookTest之后啊 下面呢 我就新建一个 模板文件啊 其实呢 就是创建一个 RTML文件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 Index啊 Index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写上一个 模板文件啊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随便先写一个内容 直接写上一个 H1 H1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啊 这个 这是一个模板文件啊 模板文件 好 那我把这个 模板文件 建立好之后呢 下面呢 我要去 使用这个 模板文件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 Index把它注视掉啊 我要在这里面 我要去使用 这个模板文件啊 使用 模板文件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miniweb的时候 你使用一个模板文件 是不是你手动通过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读出来 对吧 那么在我们将冬里面 你注意啊 不能这样做啊 他使用将冬的模板文件 有这么一个步骤啊 首先 有这么几步啊 第一步呢 就叫加点模板文件 那么什么叫加点模板文件啊 其实呢 就是 把这个 模板文件的内容呢 原样的给他读出来 我们给大家说 模板文件里面 你是不是也可以定一些变量 对吧 他就是你里面 原有的内容是什么 他就把它 他就把它拿出来啊 拿出来之后 下面呢 第二步啊 叫做定义 模板上响文 什么叫定义模板上响文啊 其实就跟你们之前一样啊 我这个模板文件里面 如果要使用了变量 我是不是要把变量的数据给他 对吧 就你要 这个变量啊 你应该 他对应的是什么 值是什么 我们需要呢 通过定义模板上响文啊 现在就给 给我们的模板文件 传递变量啊 他对应的值 那么这个呢 就是向模板文件的传 数据啊 然后第三步呢 叫做模板 渲染啊 什么叫渲染 你们 读出内容之后 变量有了 是不是要把变量 对应的位置 把它替换掉 对吧 这个替换量呢 在我们这里面叫做模板渲染啊 目的呢 就是得到一个标准的itml内容 把里面的变量呢 替换成它对应的值啊 替换成对应的值 好 那么接到这几步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啊 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这里面 使用模板文件 第一步呢 叫做加载模板文件啊 就获取模板文件的内容 好 这里面啊 加载模板文件 那么这样的模板文件的话 你需要通过一个对象啊 这个你需要导入过来 from我们的 Jungle啊 这个template啊 你看 这个template呢 就代表跟我们模板相关的模块 从它里面导入一个loader啊 导入一个loader 那么导入这个loader之后呢 在它里面有个方法 loader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get下号线 template啊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你看一下 它写的就是这个template的内容啊 就是你要去 使用哪一个模板文件 你要把这个模板文件的 目录呢 给它写上啊 这个目录我们注意 它是哪个目录啊 是相对于你的这个template的啊 我们要使用的是写的是template下面 哪个目录下面的哪个文件啊 所以我这边直接写的就是 booktess下面的index 那么它帮你找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就是用你这个模板目录 跟这个一拼 有这样一个路径 它就会找到这样一个模板文件啊 那么最终你注意啊 调用这个方法之后 它给我们返回的一个 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 它是一个模板对象啊 它是一个模板对象 好 那么这里面啊 第一步加带模板文件啊 获取它的内容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说叫做定义模板 上下文啊 定义 那么这里面定义模板 上下文 那么这个上下文的目的呢 我们说的就是 给这个模板文件的传 数据啊 给我们的模板 模板文件 传递数据 好 那么传递数据呢 你这个数据怎么定义啊 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类 这个类呢 也是在这个模块里面啊 它的这个类的名字呢 叫做request contest啊 那么你要定义模板上下文呢 其实呢 就是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直接呢 创建一个request contest啊 然后呢 这个request对象里面 它第一个参入呢 需要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你传谁呢 你就把这个request呢 给它传过来啊 然后 你要给模板文件的传递的数据呢 你就放在第二个参入里面 第二个参入呢 它是一个字典 你要传递的数据呢 你就通过建置对呢 给它传过去啊 前面是它对应的名字 后面是它对应的值 对吧 我这里面 如果我 我现在呢 我这个模板文件里面 我没有使用这些数据啊 所以呢 我不传的时候 我可以写一个空的字典啊 空的字典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对象 好 这里面叫定义模板上文 第三步啊 下面 找到这个 第三步啊 第三步呢 我们叫做模板 渲染 渲染 渲染的目的呢 我们就说把你使用的变量 还有一些语句呢 给它替换掉啊 替换掉 去产生这个标准的itml内容啊 产生我们标准的产生这个标准的 itml内容啊 itml内容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渲染的话 怎么渲染啊 这个对象 你注意啊 我们这个模板对象里面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 render 这个render里面 哎 你需要传一个参数 传谁呢 你就把这个模板上下文 传过来啊 直接写上一个contest 那么这个方法内部 它就帮你呢 去把你传递这些数据 如果你这个文件里面使用的话 我会把你对应的位置 给它替换成它对应的值 最终呢 我会给你返回一个替换后的内容 就是一个标准的itml文件啊 itml文件 那么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呢 对吧 我竟然拿到这个内容了 我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返回给浏览器了 对吧 返回给浏览器 好 这个浏览器呢 我们就直接啊 在这里面 我们去返回一下 直接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啊 你直接就返回一个 itp response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呢 把这个内容是不是拿到了 是不是返回了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把这也写完之后 你在这里面 你输入这个index 你去看一下啊 回车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a是不是加上了 我们把这个a还给它去掉啊 a还给它去掉 把这个a我再不要了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在这边 你去敲这个 哎 回车的时候 好 是不是显示这是一个模板文件 这是不是显示呢 我们这个模板文件内容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模板文件 它基本的一个使用啊 那么你知道这几步之后 哎 我们发现啊 我们项目里面 它是不是应该有很 很多个地址都对呢 有它自己的文件 那么你使用模板文件 是不是都要写这几步 那你发现这几步 哪个地方不同啊 其实 其实这里面是不是这个地方不同 那么另外呢 是数据不同 后面这些是不是都一样 啊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做呢 你就可以呢 去写一个 自己呢 去定一个函数 对吧 比如说我要减写的话 我就可以自己定一个函数啊 我们就直接写上一个 Defined 叫做MyRender啊 MyRender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 我需要你传几个参数过来 对吧 你 我这里面 我需要用到这个request的 你把这个request的 你给我啊 传过来 然后呢 我还需要知道 你要使用的是哪个模板文件 你把这个路径给我传过来 对吧 这个叫template啊 pass啊 然后再往下呢 哎 你要给 模板文件里面 如果用到数据的话 你是不是要把数据给我传过来 对吧 这个数据呢 你比如说 我就定一个叫做contest啊 叫做contest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dsp 你通过一个字典 把你对应的数据呢 给我传过来 好 这里面啊 我们就使用 模板 文件啊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 这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呢 不要了啊 我们就直接把这些东西呢 我们把它拿到我们这个 里面对吧 我们把它拿到这个里面 你在使用的时候 下面我去加载的时候 这个路径 是不是你通过参数给我传的 我这里面是不是就只写这个 改一下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 好 这个request呢 我们说 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字典呢 你传的这个数据 我是不是也要你通过这个参数传过来 对吧 我就这里面就写上这个 countdict 对吧 然后下面呢 这些渲染返回浏览器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要使用它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直接调用我们这个函数 return my render 直接传入request 然后我要使用的 是不是booktest 下面呢 index.tml 对吧 然后呢 我要给它传数据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定一个默认值 等一个这个空的字典 你不传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第三个参数就不写了 对吧 好 这样我们写完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 你去刷新 这个界面 是不是一样显示 OK啊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封装 我们说 你只要试图里面使用模板文件 一定有这么几步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封装了一个函数 但是其实呢 这个函数封装是多余的啊 在上面 注意上面 最上面一行 这里面导入了一个render啊 这个render呢 就是它给你封装好的这个函数啊 我之所以写这个 我要 是让你知道它里面做了什么啊 那我们开发的时候 我们使用一个模板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 是这样的啊 直接就是上一个render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quest 好 后面你要使用的booktest下面的index 第三个参数呢 你就传这个 你要传给模板文件的数据 那么如果你不传 你就可以呢 不写啊 你注意它这个参数 跟我们上面自己写的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啊 那么我们是直接使用它 你在这里面直接去刷新 是不是也是一样显示 刷新 对吧 也是一样显示啊 OK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减写的函数啊 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在一开始讲这个模板文件的时候 我们说模板呢 不仅仅是一个itm文件 你可以在里面呢 去使用一些变量 那么这个怎么做啊 我们比如说 我在去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 我要给它传递数据啊 比如我先简单传一个 我就传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content啊 content 然后里面呢 它对应的值呢 叫做hello word啊 比如说叫helloword 对吧 那么 你既然你把这个数据啊 只要你传递给这模板文件 我在模板文件里面 我就可以使用啊 这个传递的数据呢 我们把它叫做模板变量啊 使用模板变量 比如说我就叫 使用模板变量 这个使用是怎么使用啊 你注意它的格式呢 是两个花过号 两个花过号 两个花过号 中间呢 写上你要使用的 这个模板变量的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呢 就是我们传过来 这个字典的 建的名字 我要使用这个content啊 我就写上一个 content啊 那么 我既然写的时候呢 我既然 我这就使用了它 那么在它这里面 帮你去使用模板文件的时候呢 哎 我们说第一步呢 就是把你这里面的内容呢 给你拿出来 原来是什么 就是什么 那么第二步呢 哎 我们就是模板上下文啊 你要定义 你可以让模板文件传数据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模板渲染啊 这个渲染的目的呢 就是根据你传过来的数据 把它原有的这些 使用变量的地方呢 替换成它对应的值 然后把替换后的内容呢 给你返回啊 给你返回 好 这个我们使用完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 你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好 是不是替换成对应的值了 是不是好了 我等啊 好 这是在我们模板文件里面 使用模板变量 哎 格式呢 就是双花括号 后面跟上模板变量呢 名字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不光可以传递 简单的字符串 我们还可以呢 给它传一个列表过去 比如我要传一个列表啊 这个列表名字呢 我就要list的 好 在这里面 我们就产生一个列表啊 第二我们的range这个方法 你产生一个列表呢 就到 比如说我要产生一个1到9 前面我写一个1 那么后面应该写几 是不是 对吧 那么你注意啊 在我们pensin3里面 这个range呢 它产生的不是一个列表 它是一个生成器啊 那么在这边 你要你要做一个转化 就直接写上一个 类似啊 它就变成一个列表了啊 那么 我们在这个某版文件里面 去使用这个列表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就再使用一个列表啊 使用我们的列表 好 使用列表 我们直接写上个边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换一个换一个行 使用列表的话 也是两个话号 后面跟上它的一个名字啊 然后呢 哎 我们把这个写完之后 下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点击刷新 哎 是不是内容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对吧 那么 比如说啊 我们这里面是直接显示一个列表的内容 那在我们Python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变利出列表的每一个元素 对吧 在 这个某版里面 你一样可以进行变利啊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 某版文件里面 怎么去写这个方 循环啊 方循环 那么这个方循环的话 哎 方循环呢 它呢 就相当于我们某版支持的一个 某版的代码段啊 代码段 这个代码段呢 你要把它写在哪里呢 你要写在 花扩号 百分号中间啊 你要写在花扩号百分号中间 然后呢 下面就可以变利的啊 变利跟我们这个 Python一样啊 也是发什么什么 印什么什么 比如我要变利这个列表 我就发 哎 哎 因我们的 类似啊 那么在 这个里面呢 在我们某版文件里面 发循环 它要知道它的结尾是什么啊 结尾怎么写 也是啊 百分号花扩号里面写上一个 N的 发啊 作为方循环的一个结尾 比如说我要把它放在URL里面啊 我把这一部分我放在一个URL里面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去写的话 我们就变利出来的每一个元素呢 叫做I 对吧 我要去显示这个I也是跟我们使用某版变量一样 直接两个花号里面写上一个I 然后呢 你在这边你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哎 是不是显示出来了 对吧 好 哎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个 方循环啊 哎 使用某版变量 它的一个格式 哎 怎么写这个方循环 就是方什么什么 印什么什么 哎 结尾呢 是N的放 这里面你都要写在花困号板分号 中间 那使用某版变量呢 就是两个花困号里面跟上某版变量的名字啊 OK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的就是某版里面 我们只说这两个啊 某版变量的使用 以及方循环呢 怎么去写 那我们某版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 哎 是我们讲到某版再给大家说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某版文件它的一个使用 哎 它的一个使用啊 那么它的使用呢 就是创建某版文件 加配置某版目录 然后呢 使用某版文件 它的一个步骤啊 它的一个步骤啊 然后给某版文件传递数据的话 哎 传递过来的数据呢 你使用某版变量的时候 这个格式 哎 某版的一个代码段啊 直接呢 通过一个 讲了一个方循环 怎么去变立一个列表啊 变立一个列表 OK 这 hebt一个 突然说 感谢观看